明天就是父亲节 而这一天也是巴巴风灾 莫拉克台风灾害满十周年的日子 当年莫拉克台风重创高雄小邻村 在风灾当中失去三名子女的成姓夫妻 灾后他们努力很多年 好不容易透过试管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如愿把孩子给生回来 他们也特地在父亲节前夕 带着两个儿子到医院来一起庆祝 Happy Birthday to you 陈姓夫妻带着两岁十个月大的双胞胎 来到医院一起切蛋糕 庆祝重生和新生的父亲节 原来这对双胞胎得来不易 因为十年前莫拉克台风重创了小邻村 也夺走了陈姓夫妻三个宝贝孩子 陈爸爸一想到失去的三个孩子 还是相当的心痛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投胎 而他和太太也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求子 好不容易透过试管技术成功生下这对双胞胎儿子 远了把孩子生回来的愿望 因为高龄的话很容易生下糖氏 糖氏婴儿 因此我们决定采用这个第三代试管婴儿 可以将所有的糖氏症把它排斥掉 医师说当初陈太太子宫外孕 剪掉了疏软管 加上42岁的高龄 卵子已经老化 要受孕真的相当困难 好不容易挑选出两个胚胎植入 顺利怀上了双胞胎 第三个胚胎 医院一直为他们夫妻保留着 如果想再拼第三个孩子 让一家五口团圆 医院也一定会替他们圆梦 街江五福宴台中报道